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国家看荆州是从黄河流域的角度看荆州 就是黄河看长江 那中国那样看荆州呢是从长江看黄河 这个是两者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的战略思维 为什么我要讲国家看荆州 因为国家认为我拿下荆州 巴蜀跟吴会 就是东吴不是问题的 但是诸葛亮的龙中队 是曹操不可争锋 必须要联合孙吴抗朝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思维的观念 一个是从黄河看长江 一个从长江看黄河 那长江看黄河是北发大业 还于旧都 那从国家的角度看的话 我只要把你这个地方拿了下来的话 你孙吴一定臣服 你刘彰一定投降 那其他的问题我就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我们看国家跟诸葛亮之间 他们两个之间相互比较 就是战略思维的不同 那所谓战略思维的不同 就好比说 这边我举一个例 美国看台湾 台海的战略地位 跟台湾看台海的战略地位 跟中国大陆看台海的战略地位 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认为台湾最多是个前哨基地 是帮我看门的 只要我给他军售 他能守得住 就符合我的利益 至于武器的好坏 你台湾不必选择 不能选择 但是就台湾的台湾的地场 你来看的话 一个海岛他孤立无援 他一定要背靠一个强国 那这个强国愿意提 愿意提供他重要的军事物资的话 那他当然可以抗敌 那就中国大陆你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东海 黄海 渤海 然后南海 刚刚好我缺了这个口 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些战略思维 今天台湾有太多人 只是基于台湾的战略思维 去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他会害死自己 为什么害死自己 用郭家的角度跟诸葛亮的角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郭家之死跟卧龙出山 郭家之死跟卧龙出山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就是郭家告诉曹操 绝对不能让刘备独占荆州 如果刘备独占荆州的话 一定是心腹大患 这种趋势 刘备也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郭家一死 对于刘备来讲 看守荆州大门的重要的任务 刘备认为 我必须要结合这些在野精英 把刘表的江山拿下来 这个就是说 当北征屋完的时候 为什么刘备要迎接荆州豪杰 他要透过诸葛亮去迎接荆州豪杰 各位不要小看诸葛亮 诸葛亮他本身 他有四大优势 第一个他是外来族群 他又是荆州学派的领航人 然后第三个 他又跟朝野之间能够建构桥梁 那第四个 大家相信诸葛亮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是非常的奇妙 这些荆州豪杰 这些荆州豪杰 无论是马良 无论是马术 无论是杨勇 无论是向朗 无论是习真 他们这些人 都是因为诸葛亮的关系 转头到刘备的圣营里面去 帮刘备的阵营注入心血 他们是透过诸葛亮 然后全部进入到 到所谓刘备阵营 他们对于刘备 其实他们并不主张 由刘备来习夺荆州 所以诸葛亮有两次 劝刘备包含龙中队 包含从樊城撤退到江陵的时候 他都劝刘备 你把刘备拿下来 我们可以占据新州 但是刘备为什么不敢 主要的兵权 那个时候掌握在蔡家 宽家还有张家的手上 就是说你纵然把刘重拿了下来 而这些人又心向曹操的时候 你那个兵没办法收编 兵没办法收编 你反而你拿下来 会让内部发生叛变的时候 你没办法应付 各位去看 刘备撕徐州的时候 各位去看看 就是因为内部叛变去 去那个吧 去结合吕布 把徐州拿下来 都是内部叛变的因素 刘备大概知道 他有这一方面的历史经验 虽然诸葛亮这样子讲 他为什么说我要大义于天下 刘备讲得非常清楚 主要的原因 就是刘备居于荆州七年 他只能吸收人才 他不能够整军备战 原因非常简单 这些军队通通是刘备给他的 他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 除非他拿下整个的荆州 但是曹操大军压境 他已经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来看 国家之死 卧龙出山 就是当刘备跟荆州的问题 曹操都把他列为 最重要的战略优先计划的时候 那刘备 居于荆州的结果 他跟诸葛亮的结合 刚刚好 让他完成了人事交替的工作 那这种人事交替的工作 刘备在徐州不可能 在袁绍阵营不可能 在汝南不可能 在徐州不可能 在荆州 他完成了 荆州完成了 当他在荆州完成了这些 虽然他有当阳之败 就是长板之败 被曹操 被曹操打到汉京 然后去投奔孙权 那基本上这一些人才 都还聚集在刘备的身边 他还能东山再起 他不是一个光感司令 如果是一个光感司令 无兵无将的话 刘备这一辈子 没有办法称帝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荆州之局的崩解 荆州之局崩解 对国家来讲 对诸葛亮来讲 他们有一点没有料到 他们是没有想到荆州三分 曹操占据北半部 孙权占据东半部 刘备拿了南半部 就是说荆州那么大 被三方势力瓜分了以后 荆州不完整 荆州大局的崩解 神仙都救不了 荆州大局一旦崩解以后 对曹操来讲 我有一个前进基地 因为一方面我有南洋 一方面我又有相反 我有这个前进基地 我就可以牵制孙吴的动作 就是孙权的动作 那另外一方面 来讲的话 就是庞同讲的 好 人物荒惨 顶足之际 难以 难以祭生 就是说 荆州荒惨 人物殆尽 顶足之际 难以祭生 那为什么彭同讲这些话 就是说荆州引军是 荆州大局是完全崩解 无论诸葛亮讲的 龙中队 他要的是完整的荆州 而不是四分五裂的荆州 龙中队是讲的 出相反 就是出相反 以向晚落 可是相反在 在曹操的手上 那你怎么以向晚落 他从来没有讲 出江陵以向晚落 江陵他本身 他可以作为一个君 君之要地 就是后勤补给基地可以 但是他不能当作前进基地 因为荆州 各位仔细去看 江陵向 相反只有一条路 就是长板通道 可是 曹魏他有三条 随藻走廊 江陵通道 还有水路 可以到达 所谓的荆州 那至于 孙权 你来说的话 孙权 他为什么千方百计的 他要把江陵拿回来 各位知道 成语有四个字 叫做震荡惊阳 京州一拿下以后 扬州不保 为什么京州拿下扬州不保 因为京州一旦拿 一旦拿下的时候 他可以把你 郊州 广州 扬州 这个 这个 这个中间的交通通道 完全缺带 完全缺带 所以我们 我们仔细看 君州大局的崩解 是三方都没料到的结果 三方都没料到的结果 那这三方为什么没有料到呢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实力的问题 当你有实力 拿下整个荆州的时候 当然荆州不是成 不成问题 当你实力不足的时候 那你拿下荆州的话 你反而 你要派兵看守 曹魏就是吃了这个亏 如果当年 曹操一鼓作气 直接拿了荆州 然后再回去 收拾所谓的 元上元席元坛 元氏兄弟的话 三国的局势不是这样 当然这个历史不能重来 但是我们可以说 从历史的教训当中 你继续两件事情 三国时代 谁掌握荆州 谁就能够夺得天下 好 那第二个 就是说 谁能够震慎荆州 就能统一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三个 像荆州之局的崩解 赤壁战后的荆州纷争 赤壁战后的荆州纷争 各位看看 赤壁战后的纷争 赤壁战后的真正的纷争 是孙权兵力不足 所以他必须要 由刘备来帮他看西大门 为什么 各位仔细看 整个长江江陵以上 江陵以上 全部都是谁的 谁的领土 孙权的领土 那刚刚好呢 江陵的对面 那有一个公安 就是 刘备跟孙权之间的界限 各位去看这个图 你马上你就了解 他北有曹操 南有刘备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孙权他一定两面受敌 那孙权两面受敌的状况之下 各位不要忽略了 还有江夏 江夏可以随时截断 孙权对于荆州的补给 所以他最好的一个方式 孙权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有人帮他看守西大门 那正好刘备对看门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 刘备几次 他曾经帮吕布开门 他帮刘表开门 所以他看门的经验很好 这也就是说 鲁述说 把荆州 就是江陵 借给刘备 不然的话 我们要两面受敌 以孙权斤斤计较的性格 能够把这一块地方 交给刘备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是孙权因为兵力不足的话 他是不可能把荆州交出去 如果不是因为两面受敌的话 他也不会把江陵借给刘备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综合比较一下 就是 其实国家从黄河 这个角度来看荆州的时候 他只不够把荆州当作 他一个后方的基地而已 企图运用 企图运用荆州他主要的粮食 因为荆州自古以来 是粮仓 是粮仓种地 所以 他是把荆州当作后方基地来经营 那诸葛亮看的荆州 是把荆州当作前进基地 他来经营 这两者之间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说 如果国家不死的话 卧龙不出 国家之死 卧龙出山 是因为 曹操对于荆州的了解 他是经过了一段过程 一直到赤壁战后 他才想到 国家当中当年讲得对 这也就是 哀哉痛哉习哉奉效 因为国家自奉效 的真正的原因 他为什么 哀哉习哉痛哉 哀痛习 三个 他哀的是国家 痛的是国家 他习的是国家 为什么 他很可惜 如果国家不死的话 荆州不可能三分 这个是曹操以事后 他回想的角度 去看 那任何将领 包含寻遇 包含那个 其他人 曹操从来没有 哀哉习哉痛哉过 哀哉痛哉习哉过 那为什么 他对国家这样子 总有一个原因 我们历史是要解释 解释这个前因后果 它的来龙去脉 而不是 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这也就是说 当诸葛亮跟国家之间 作为一个比较 如果各位认为说 是诸葛亮比国家聪明 还是国家比诸葛亮聪明 那我认为 那个是一种很肤浅的看法 而是真正正确的看法 就是说国家看荆州 是后方基地 而诸葛亮看荆州 是前进基地 各位可以想想看 后方基地 被拿下以后 就跟刘备 江陵 江陵被拿下以后 各位可以想想看 刘备 是不是跟上家犬一样 就是说 当你的后方基地 你不保的时候 你一定兵败 如山倒 当你的前进基地 你又没办法 去拿到相反 甚至于你掌握整个荆州的时候 你前进基地那是空的 因为你腹地太小 所以战略上面 我们经常讲 战略的伸缩性的关键就在这里 一个前进 一个后方 如果那你是国家的话 你会选择前进还是后方 如果是诸葛亮的话 你看荆州的话 你是希望有一个后勤基地 还是前进基地 所以战略角度的不同 他们两个之间的智慧 是没办法比 为什么没有办法比 毕竟在国家的眼中 我有后方基地 我有统一的力量 但是诸葛亮来讲的话 我有前进的基地 可是我北伐大院 没有办法完成 真正的关键就是 北伐大院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你的实力 没有办法支撑你的前进 而我有实力 去巩固我的后方的话 我当然拥有不败的机会